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涌入纽约 市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拜登宣布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晶片技术 香港拍卖十一卡粉红钻石 以5700万美元创纪录成交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电视新闻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五 我是主播明月 大事小时身边是星岛和您紧贴时事 我们是在美国加州特别制作的节目 希望可以为您提供每天最及时有用的 国际全美旧金山湾区 还有南加有价值的资讯 先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每年诺贝尔和平奖都是一个最受瞩目的奖项 今年和平奖三分三个国家 得主是分别来自乌克兰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民权组织和个人 委员会表示 获奖者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自今年2月 俄乌战争以来一直致力识别和记录俄军对乌克兰人民犯的战争罪行并追责 那名为纪念的俄罗斯民权组织 过去30年也是致力于令前苏联时代 数以百万计无辜者被处决 监禁或者迫害的往事不被遗忘 今年初却被俄罗斯法庭命令关闭 那另一个获奖人现年60岁的白俄罗斯人比亚利亚兹基 他也未经审判被拘留过 虽然个人面对着巨大的困难 但仍然继续争取白俄罗斯的人权和民主 那俄罗斯民权组织纪念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 俄罗斯政府表示不满 莫斯科地区法院马上下令 充公该组织在莫斯科的中央总部成为国有财产 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代表在法庭上表示 纪念组织为纳粹罪犯平反 抹黑俄罗斯政府制造了苏联的虚假形象 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内方面 为了应对即将涌入的10万无政客 纽约市长亚当斯今天宣布正式进入紧急状态 他说自从4月份以来 约有17000名的无政客来到了纽约 让纽约不堪重负 预计最终将有10万人抵达 昨天还有9辆载满无政客的巴士抵达 纽约正在准备花费10亿美元进行应对 并呼吁联邦和州提供资金 以帮助该市为无家可归者设立收容所 已经对大量的移民住房和服务费用做准备 同时纽约拉斯维加斯军发生了连环的袭击致死案 纽约地铁八小时之内发生三宗的持刀袭击案 一人死亡 下午1点一名59岁的男子在哈莱姆地铁站被刺伤 下午5点一名45岁的男子在进入布鲁克林地铁站时 被一名男子砍伤脸部 晚上9点一名38岁的布朗克斯男子 搭乘4号列车北行线 突然被人从后背刺伤送医院后正式不治 那同日呢 西岸时间的中午 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一间赌场门前 也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 一人当场死亡 另一人送医院不治 其余伤者有三人情况未待 美国疾控中心指 有关猴痘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 导致研究缓慢 现在只能从不到一半的病例当中 取得有关种族感染的信息 那最新的数据显示 西医拉美医的美国男性最受猴痘的影响 但第一剂猴痘疫苗 美国白人的接种率达到了47% 但是西医只有20% 同时在纽约市西医居民占感染猴痘人数的34% 在洛杉矩则占到高达45% 那从10月20号开始 疾控中心将会改每天公布新冠数据为每周 美国各州和地方的卫生部门只需要在每星期三报告新增的新冠病例和死亡的病例数据 新安排是为了增加灵活性 减轻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报告负担 部分的新冠有关网上的服务工具也将逐步的关闭 此举也代表着美国正逐步从新冠疫情当中恢复正常 美国商务部收紧了出口管制 以限制中国获得美国的先进晶片 开发维持使用超级电脑 以及制造先进的半导体的能力 那商务部表示 最新的出口管制聚焦这些范畴 因为中方可以使用这些技术 去建立大杀伤力的武器的先进的军事系统 也可以提高军事的决策规划 以及后勤的速度还有准确率 美国需要保障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的利益 更新政策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防止中国军方情报和安全部门 获取具有军事用途的敏感技术 美国商务部将31间的中国公司 加入了未经核实的出口管制清单 包括长江存储科技公司 那理由是美方无法信任这些公司 可以负责任的处理敏感技术的出口 根据规定美国出口商 向名单上的公司发货之前 必须进行额外的尽职调查 并可能需要申请更多的许可证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再继续为您播报 今年公展会不在云端举行了 新岛公展会重回实体了 可以亲身体验丰富节目 有儿童才艺比赛和弯曲好声音 Cosplay大赛冠军更可获得总值1000元的奖品 有新厨房各款美食摊位幸运大周奖 重回实体畅快淋漓 10月8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来红木城Corehouse Square 2200 Broadway 由红木城火车站步行只需要三分钟 查询热线650-808-8888 好 欢迎回来来看一下财经方面 美国公布了9月最新就业报告 非农业新增值为26.3万个 多过市场预期的25万个 但少过8月的31.5万个 及7月的53.7万个 上个月的失业率出乎意料的跌至3.5% 市场原先估计维持3.7% 数据反映美国就业市场强劲 还显示9月的私人市场新增职位28.8万个 多于预期及8月的27.5万个 上个月政府职位则减少了2.5万个 至于8月增加职位由7000个 上幅大调至4万个 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伊朗一名22岁的女子因为佩戴头巾不当 被宗教警察拘捕死亡之后 引发了全国反政府示威浪潮 持续超过三个星期 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如今呢 国际特赦组织指出 东南部的城市萨赫丹 上个月30号又发生一起 15岁少女被警察强暴之后死亡案件 也有不少民众进行抗议 遭到了保安部队的发射石弹 还有催泪弹的镇压 连日的冲突已经导致82人死亡 包括儿童 那组织根据示威者受害者家属 目击者证词及抗议活动的 相片及视频中估计 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首届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揭幕了 44个欧盟还有非欧盟的国家领导人出席 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舒尔兹 还有英国首相卓慧斯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参与 呼吁欧洲各国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在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7个月之下 峰会聚焦能源和气候还有欧洲的安全 并关注北溪天然气管道泄露事故之后 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问题 那连接俄罗斯和欧洲的 北溪一号和二号的天然气管道 四处位置泄露事件 瑞典当局完成了在专属经济区内 两处泄露点的实地调查 安全局表示确定两条管道都曾遭到引爆 造成广泛的破坏 怀疑管道应该是人为破坏 已经取走了部分物料作为进一步的分析 瑞典当局早前封锁出世海域的调查 检查总署表示目前该海域已经解封 北非国家利比亚的红心月会发言人指 一艘载有偷渡客的船只发生了火灾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部分死者的遗体冲上了岸边 那偷渡船只呢 经常由利比亚出发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 不时呢有船只翻沉 国际移民组织指出在今年上百年 至少有150名的利比亚偷渡客 遇逆死亡 巴西中部的马托格罗索州 一对夫妻为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 举办baby shower还有性别的揭晓派对 有别于一般性别揭晓仪式 用粉红或者是粉蓝的气球 或灯光效果来显示 那这对夫妇玩的是很大 为了增添气氛将瀑布染成了蓝色 得偿所愿之后更在社交媒体上发影片炫耀 但是很快就被环境部门发现 指其污染环境罚款9000美元 政府指出该瀑布是当地重要的淡水资源 那夫妻二人如此的做法是非常无知的 一枚中11.15卡的粉红钻石 在香港进行了拍卖 最终以5700万美元成交 折合港币4.5亿元 创下了拍卖钻石史上 每卡最高价格的世界纪录 那这枚钻石呢 原本估值是2100万美元 业内人士形容 拍卖结果可谓是相当惊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明月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